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护环境清洁 有了成功的第一步 未来美化计划将逐步扩展到整个彰化线 所谓的36Q的阶级就是我们在每年的2、5、8、12、8 来清扎土地并且驾发改善的统地书 我们在三、六、九、十、二、十、二、月 来清扎看有改善吗 如果没有改善的 我们已故非休情理犯 来出份新代表一千两百块 至六千块以下的法款 我们第一阶段 感谢我们这个地主委 可以很拥有来配合 所以我们有仇佛的成果 未来 我们除了在这个 自由的基础以下 我们的下一季 我们会把这个 中美罗 拿这个经贴执行计划来执行 希望我们逐步由这个点 串成线 构成面 进行彰化线 整体一个地貌的 一个改善的运动 环保局于105年第一季 选择台一线 江陆路 及金马路等重要道路 进行周边空地列馆 以获得初步成效 下一季着手规划 增加张水路为列馆范围 环保局呼吁土地所有人 善尽土地管理责任 也透过补助绿美化措施 让闲置空间绿美化 防止登革热并没纹滋生 共同将彰化打造为乐火宜居的城市 公益频道徐世昌 彰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